第九十七集 在神魔道場 領靈食的日子又到了 江太原領取了自己的免費靈食 盤室修煉 依舊選擇神血丹 至於先天靈氣還是算吧 一顆神血丹都抵得上兩樓先天靈氣 他又不爽知道怎樣選擇 吃了神血丹繼續念法 唉,終於先天顛覆了 就差先天靈氣衝擊足機了 江太原長身而起 新的一日開始 希望可以有好生意上門 咦,看一下天網 咦,出售資源的隊伍回來了 江太原很開心 天網上邊已經傳出消息 七月城走出去的商隊已經回來 回來了就好 就等你們上門了 江太原疏洗了一番 翻身在吊床上邊 坐等對方上門 不用多久 大家族的人果然來了 陳中河,黃明明,蕭家新家主 蕭天的唐叔蕭成 三大家族聯合而禮 歡迎幾位 這次賺了不少錢吧 江太原笑淫淫的看著三家來人 哎,長主,救命啊 三個人哭喪著臉,好屈沒啊 長主啊,我們被人搶了啊 哈?被人搶了? 江太原呆了一下 嘩,你們敢是要幾黑仔 居然被人搶了啊? 長主啊,我們運了資源去雲水城出售 誰知道路上走出幾個劫道的 我們的人搏盡全力 才補低了一部分的資源 勉強補個本啊 蕭蛇很屈沒啊 幾個劫道的,你們就沒辦法應付? 喂,會不會太廢柴了些啊? 江太原的面色不太好看了 神級功法,你們買了回去只看嗎? 長主啊,大城寺很危險啊 那個劫道的是幾個足跡顛覆 蕭蛇 蕭蛇 哎呀,如果是一兩個足跡初期都還好的 但是現在蕭家老祖 投靠清月城主被武蔥滅了 現在就王家、陳家兩位足跡中期老祖 其餘幾位足跡初期去了都沒用啊 啊,陳忠河很無奈地說了 嗯,那你們這樣是打算來租一隻強姐了 江太原想了一下摸著下巴就問了 這樣一來一回至少好幾天的啊 你們怕是出不起啊 哎呀,那不是請長主便宜一點 和我們打個折嗎? 唉呀,黃明明點著臉地說了 蛤,哼,打字? 江太原冷笑一聲,很輕滅地說了 你這臭小子的帳我都還沒跟你算啊 還想打字,沒可能 兩位家主面面相取 不知道黃明明又做了什麼事 激怒了長主了 其實你們可以這樣的 江太原的心思一轉 你們派人摸清對方的老巢 再來租借 出手一次直接解決一路永逸 三個人沉默了 但是這段時間 我們怕是不可以去雲水城了 至於賣不出去 那可以換個城池的啊 江太原神色一整 你們不知道嗎? 我們青月城來了一個天才 出自楓葉城,打片楓葉城年輕一代無敵手 只是先天就可以走過來 你們可以去密一下他的路線啊 蛤?先天就敢走過來? 三個人眼前一兩? 如果先天都可以過來的路程 那路上應該沒有什麼強大的劫匪啊 最多是幾個小毛賊 他們的實力完全可以解決 嗯,如果我沒猜錯 那個人現在應該在青月酒樓 那個名叫許長空 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 多謝長主 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告辭 陳忠河和蕭成抱歉離開 黃明明流了下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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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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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多就是 哪一 Biden 재미 要些甚麼? 兩樓梯鐵零器 黃明明很爽地拿出一萬元幣用了它 鋼太元收了錢給了東西 還要不要來些其他的? 轉盤! 黃明明握了握拳頭,很堅定 我一定會得到祝禮的 我是大氣魂之人 嗯,沒錯 你是大氣魂之人 我一直相信你 鋼太元吹捧著一舉 黃明明很得意 嘿嘿,大氣魂之人 黃小城主,你為甚麼這麼自信? 長主,我們來了 劉政和幾個小家主快速地走過來 好開心 劉家主,幾位家主,入哪赤? 鋼太元馬上將他們迎進來 長主啊,多謝你的指點 開發七月湖 我們才可以有這麼多收入 劉政面上的喜色掩飾不住 其餘幾位家主也很激動 哦,看來你們賺了不少 江太元笑了 也為他們高興 他們去的是另一個小城 長主啊,給我一流先天靈氣 劉政很激動啊 好啊,江太元馬上拿出先天靈氣 一手交錢,一手交火 其餘幾個家主也買了先天靈氣 計劉政總共五個人 一下就提升了兩百五 嗯,好吧,這個數字很吉利啊 黃明明好羨慕啊 可惜他沒有分到 不過他下次就可以得到分成了 想到這點心情好了不少 青月湖是一塊寶地 他們只是開發了些 就一人分了這麼多 如果全部開發下來 直接賺到盆滿盆滿 全家發達 買了先天靈氣 五位家主當場練法 收為提升一分 原力品質更加好 你下再撞到什麼觸門弟子 一招都是多餘的 劉政好可愛地說 江泰元古怪地看著他們 又看著黃明明 黃明明說一聲 咳咳,劉政叔啊 你應該回去照看青月湖吧 五位家主馬上醒悟 告辭離開 江泰元沒有提升門弟子的事 黃明明已經說過了 只要收集足夠的振發材料 什麼一次鑊也都不是什麼大事 而且這個鑊的問題也都不大 李元伯回來了 這段時間 他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神魔丹 但還有兩次青月湖還未清理 牆主啊 叫你那套神流去吧 我和武祖要閉關了 蛤? 你們都要追入道果了 江泰元很驚訝 武祖之前任務比我們多 積累的神魔丹也多 足夠直接跨越到道果了 李元伯就說 那好 剩下的交給你說 和實後解決 多謝祥主 李元伯普拳離開 武寵隨後也都回來了 得到江泰元同意 直接掛上樹 唉 為什麼總覺得什麼不夠用呢 江泰元無奈地歪嘴 兩位直接突破閉關 一致閉關都要很久 這段期間人手嚴重不足 拉開天網 江泰元看著貼紙 瞥著眼依舊在瘋狂投閉的黃明明 難不妨這樣說 黃小石主 你老爸叫你回家吃飯了 哎呀 告訴他不吃了 我現在很忙沒有時間了 黃明明頭都不會這樣說 看著轉盤 兩隻眼都紅了 面上閃過一絲的瘋狂 唉 自己帶了這麼多元幣 一定可以拿到獎勵 這次獎勵 是武寵的神武體 江泰元幫手回了一句 你兒子不回來了 他很忙啊 忙個屁 長主 角都帶人物來做 叫那個逆子 趕快回來了 黃元蹲在天網上廟會 小石主 你老爸說有大人物來了 江泰元好好心地幫手傳達 什麼大人物可以有長主大 不回去了 我覺得我就要中獎了 黃明明掩出一模懸弊 激動地說 呃 我可不可以說 你這種感覺 我曾經都有過好幾次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 點讚 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九十八集 黃明明最終選擇了不回去 他現在有了玩通宵的底氣了 沒多久 有城主府的管家過來 可惜啊 賴到賴不走 只能夠有得黃少城主在這裡抽獎了 哈 不知道這次來的是什麼大人物呢 是不是給楊子玲還有錢的 江泰元搖了搖頭 覺得自己想多了 楊子玲是這麼造反的人 如果還要比她大的話 都沒有多少位了 躺在吊床上 躺躺躺躺躺 黃明明自己在這裡抽獎 他都懶得望了 拉開天網 有一群人羨慕留證他們大棧 開始在這裡想 自己是不是也要籌建開發一個地方了 但是 現在青月城應該開發的都開發了 妖獸山脈 大家族青月學院佔了 青月湖劉靖等人佔了 城外的地盤 城外勢力正大力發展 他們想插手都沒有機會 江泰元看完天網 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起步走進了藥田 嘩我頂 這是什麼情況 藥田裡面 沙滿了精米 藥材全部都不見了 一珠都見不到 嘩嘩嘩嘩 神厚啊 這是什麼回事 江泰元很不爽 雖然這些藥材不是那麼珍貴 但也是錢來的 長主 暴震需要天地元氣 沒有原精 只好將藥材煉了它 不要懷疑一個震發神魔的能力 藥材入必的元氣 也可以提煉的 諸葛神厚很驕傲地說 呃 我頂 誰覺得鹹懷疑你的震發能力 主要是你把這些藥材全部都拔走 換成精米這樣真是好嗎 老主 不要太過激動 你們精米經過神魔樹的提升 品質正在改變 到時成長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可以少累積幾顆神魔彈 用精米補充就可以了 諸葛神厚再次說 但是為什麼不用藥材 江太元很無奈 產量更高 好了 不說了 我好忙 正在這裡清理清月湖 呃 江太元沒話好說了 哎呀 這群人 真的在變著法子在提升自己 精米可以提升元力 而這些都是經過神魔樹的加持 或者我先試一下 嗯 就這樣做了 江太元好果斷地劣了一夜 然後就去煮飯了 現在西門肥仔在閉關 什麼都沒有時間 也不可能出來煮飯 只能夠自己來了 茶豬你還要自己煮飯 去我家吃點 黃明明抽獎之餘開口說 不去 我這個是特殊的精米 江太元搖頭 這些精米經過神魔樹加持 絕對要比一杯精米好很多倍 蛤?精米? 黃明明嚇了一跳 馬上就說了 哎呀徐主 等著讓我吃點 哈哈 想到我做了你 一模圓筆 兩模一碗 江太元伸出兩隻手指 呃,好 兩模就兩模 黃明明彈出了兩模圓筆 江太元開始煮飯 至於菜咯 依舊是妖獸肉 只是換了不同的種類 不怕吃到醃 兩元幣一碗飯 這個絕對是清月城最貴的一碗 正米雖然價格昂貴 但都賣不到這個價格 這裏就是神魔道場 三道人影快捕而禮 其中一個人雙手背負 一副貴公子的打扮 衣著華麗 金氏雙邊 腰掛昂貴玉杯 另外兩個一男一女 神色帶著一絲的傲氣 但就跟隨在這個人的身口 這裏是神魔道場 我是... 江太元話都未講完 貴公子輕滅地掃了他一眼 直接就走進去 一男一女 瞥了眼江太元 不舍地說 低級成詞就是低級成詞 前有店小儀亂插嘴 現在煮飯的徐子 亦都隨便地答話 蛤? 煮飯的徐子? 我頂你的肺 我這樣人手不足 這樣才自己動手 再說 我煮來自己吃 黃明明當然要兩元幣買一碗 喂高子 這位就是神魔道場場主 江太元 其中一個男子 一直正在瘋狂抽獎的黃明明 帶著一絲畏懼介紹 蛤? 是你們啊? 是你們啊? 死開啦 不要來犯我啊 黃明明生氣爆爆地喝 你兩個人 正是劉卿和財孔 他現在沒時間去吊打他們 要抽獎拿獎勵 蛤? 黃明明是我? 江太元昏啊 他回歌神 明白啦 你三鬥友 怕是黃明明搶劫的中門之人 笑成主黃明明呢? 雲公子冷冰冰地望著眼江太元就問 聽說他在這裏 現在在哪裏 黃明明一面妄言地看著他 蛤? 你是哪位啊? 找我? 我又不認識你 難道這個就是中門的那位長老? 但看上去太年輕了些了吧? 不管了 或者是老怪物偽裝 這個對於道果來說不是難事 想到這裏 黃明明一拍大比 一買元幣 和我 咳咳 黃消食主 這三個都是先天 江太元光咳了一聲 提醒了 蛤? 黃消食主? 三個人一疾 好驚惡地看著黃明明 你不是江太元? 江太元在這裏 江太元歪了歪嘴 走進了道場 這位是消食主 你們來做甚麼? 找人還是買東西? 黃明明江笑了一聲 我和食主是好朋友 食主要留下我吃飯 還親著下廚 我都不好意思了 劉興和財雄 本來殺意再起 一聽到這句話 馬上就收斂了 一個笑成主 他們不會放在眼裡 但和神魔道場的場主 是好朋友 這就值得忌憚了 江太元也不撮穿他 買東西 這裡有功法 體質 血脈 你們自己看 還有神魔單 神血單 先天靈氣 黃明明繼續抽獎 啊? 高法 體質 血脈 神級? 雲公子掃了眼 瑟士的眼睛 抹得大一大 這裡居然連神級都買 劉興和隨紅面無表情 啊? 這些都是真的? 神級 太過不可思議了 就算他們在天網了解了信息 依舊不敢相信 你們不是見識過了嗎? 江太元輕飄飄地說 你們連成日必先天一朝都摺不下 這就是最好的驗證了 兩個人瞬間就尷尬了 小心地看著眼雲公子 雲公子眼裡閃過一絲意識 楊子嶺真的在這個地方 花了三十萬元幣? 哦 如果你是來求證的 請看天網 如果是來買東西的 請仔細地看看商品 江太元擺手 他懶得證實什麼 好 我還是要看看這個神魔道場 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雲公子輕笑一聲 一翻手一個錢袋出現 這裡有一萬元幣 一粒神魔丹 江太元拿出神魔丹 交給雲公子收了元幣 雲公子當場念法 翠年出不少的雜質 煽天元氣運轉一周 雜質震落 眼裡閃過一目震驚 啊 子彈效果 比外邊的全民更要強 江太元笑而不語 劉卿和翠雄很羨慕 垂直有陰狠地看著眼王明明 他們的錢被你都有搶光 哎呀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下集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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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